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自于今年神功 神音及雷霆操演 这是国军年度重要的实弹射击操演 分别用以验证各部队官兵的训练成果 同时藉由响定设计 强化各级干部指挥管制与战术作为 顶着烈日艳阳 参与神功操演的陆军部队 以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与全新投入操演中 陆军四三炮指部 两腰炮指部 首度以陆射箭二防空飞弹进行实弹射击 成功凝重把机 展现系统优异拦截性能 此外 为有效拦截低空高速进行目标 官兵将把弹与把机视为假响仪 以刺真飞弹进行射击 过程中 射手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追瞄 扣下发射点击落目标 过程考验着官兵对武器操作的熟忍程度 以及指挥通信的绝佳默契 平常晚上都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问我说有没有紧张啊 天气热 有没有多喝水 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我都会跟他们说在这里很好 不会紧张 请他们放心 来到九棚基地测考 有打实弹的经验 最后看到实弹发射出去的那一刻 其实心里是激动的 然后也觉得很感动 在这次的任务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压下发射钮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激动 发射出去之后 教官表示说 命中目标这次任务中也能够拿成 我们ISO通常都是有担任过射手 有发射经验才可以来担任ISO班长 射手在上面一定是非常紧张 我们的正常目的就是 缓解射手的紧张的心情 之前当射手的时候就是 一坐到那个发射箱上面 可能就脑袋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给他干嘛 但是之前的RS2学长就是 会给我鼓励 让我舒缓心情 让我可以更好的锁定命中目标 现在轮到我当RS2 我也是给我的射手肯定 让他可以更完整的锁定目标 然后命中目标 然后九号 十四位战斗已经 雷霆操演则是在中科院九童基地展开 由陆军所属雷霆2000多管火箭部队实施射击 操演过程模拟实战状况由远而近 打击敌船团及登陆兵力 发扬炮兵强大打击火力 当指挥所下达射击命令时 官兵按下发射钮 火箭随即点火发射 节奏不快 飞弹尾宴在空中化出数道百烟 精准打击内疗区 这次是我第一次担任火箭士参加雷霆操演 近距离看炮车射击非常的震撼 这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于 不管是操演还是到实战当天 都要用平常心的态度去面对 每件事情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火箭班长平常的任务主要是 指挥炮班完成射击操作 以及弹箱装卸载的操作 我也不是第一次射击 把我过往的经验去告诉他们 说射击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这一次大家都蛮辛苦的 有时候太阳很大 然后我们都是一样 为了完成我们今天的射击而去训练 这次的操演就是顺利成功 就是感到非常容易 神鹰操演方面 则是由陆军航特部派遣 IH-1W眼睛蛇通缉直升机 IH-641阿帕契通缉直升机 OH-58D战搜直升机 于清晨时分在龙晴营区挂载武器后 依令起飞机射击海域 我们在进驻前都会做 我们数科跟数科的合格签证 签证合格之后才可以做这一次的神鹰操演 当然我们在驻地训练都会把训练当成实弹 这次的任务主要是以响尾蛇为主 这一次有挂弹 基本上属于飞行的最有一道防线 在飞机启动完之后 我们要确定所有的系统线路 有没有正常 以及会不会有一场的渗游状况 直升机进行空对空空对海 实弹射击 过程中飞行员必须稳定追瞄目标 自行判定是否许可射击 借此考验飞行士的平常反应 因为今年就是讲求的实战化 由火车人员然后发现目标 然后跟我们讲目标的位置 然后方位 然后由我们直接判断可不可以射击 神鹰操演夜间射击 由直升机夜间编队飞行 抵达射击海域后 分别射击香尾式飞弹 地域孔飞弹 飞弹火焰照亮夜空 命中照明弹及海上把船 随即由掌机命令辽机 释放热焰弹脱离战场 有效训练飞行员 通信能力与团队默契 以凸显陆航直升机夜间占领 夜间的话在九宏的参考点以及灯光 就是接近伸手不见的一个状态 所以更要运用我们飞机上的 一个红外线的热显像 做一个目标的搜索 那在飞行长路过程中 也是要针对平常白天 所飞过的一个参考点 做识别能够安全的飞行 国军持衡舰军备战从未停歇 官兵弟兄姐妹坚守岗位 常年努力战训本物所积累出的坚实战力 外界 在这当中 小型无人机的发展相当值得一提 国军前瞻未来作战成绩 考量新兴战争趋势 积极与国内外合作发展各类型小型无人机 以强化国防时需 并透过战备训练任务进行使兵验证 展示出优良性能及训练成统 未来将寻求与国内无人机产业链合作 建构可视国防工业 同步也会依需求成立实验性编装部队 建构具备不对称战力的防卫作战能量 更加安全